香港樂壇除了歌聲、樂隊、男團、女團 背後還有無數的音樂從業員 一起去支撐著這個夢工場 我Leslie Lee請來這班音樂從業員聊天 帶給大家一個更全面、更清晰、更貼近現實的香港樂壇 香港樂壇一百人 香港樂壇一百人 嗨,我是Leslie 香港樂壇一百人 我們這一集很榮幸,真的很榮幸 請來阿立香港四十載 位處旺角鬧事的唱片店老闆 以羅,作為香港樂壇一份子 她如何為香港樂壇出了分力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回 我們香港樂壇的音樂發展過程 多謝你,以羅 嘩,你的介紹太誇張 我沒有這麼偉大 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音樂從業員 在這個行業裏面 壞壞音樂從業,但是 你的意思是起了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雖然現在很流行的串流平台 但是我覺得不是永久去上架 我寧願花多少錢去買這些唱片回家 所以我是很感謝你 作一個很好的橋樑 讓我們可以接觸到很多 包括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唱片 我都覺得世界各地很多唱片 但如果來到沒有一個平台 好像一個店舖可以去銷售 那些人是很難賣到的 還有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客人去找不同的東西 仍然是很多的 不過怎樣都好,說一聲恭喜你 早陣子的榮幸去出席你 擴張營業 開幕禮 但我都很好奇 為什麼真的在逆市當中 為什麼還會選擇去擴張營業 還有很多事情會想 還去地鋪 就是地鋪租金 為什麼不選樓上鋪 應該還要化損 其實都即是機緣巧合 我們原有位置的店鋪隔離 原本是做一個車行的 就是賣汽車零件 他們就因為退休了 即是結出了營業 我們就在隔離 咦?為什麼有隔離的店鋪關門呢? 後來過了幾個月之後 很不經意地給他一封信 說有興趣租一間店鋪 誰知道業主席很積極回應 我們就談了之後 都覺得我們可以在隔離開多間的 因為本身我就發覺 我們現在賣的品種是很多 很多都放不出來 明白 Display Display都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成本不是太高的話 我們都可以開多一間 所以譬如在雪棧那裏開多一間 擴張它 我們就覺得可以增加銷售面積 可以讓客人選擇碟舒服些 還有將品種再分得清楚 明白的 去回四十多年前 唱片會剛剛新開張 其實有什麼契機 令到你會去接觸 甚至會去做唱片生意呢? 即你是喜歡聽音樂 應該是的 我們小時候讀書 譬如經常聽電台 經常聽陳蔭一小時 經常有英文歌播放 很小時候已經聽著電台大 除了英文歌或流行時代曲都在那裏聽 讀完書出來沒有什麼好做 就去賣唱片的公司做 那做作家很偶然 發現到有個 因為那時候還未開發得很厲害 周圍都可以隨便買 中間店啊這些 周圍都是街檔啊 或者旁邊的店舖啊 或者是條行啊 樓梯底啊 剛剛在我看見一個位置 那間店也是不做的 在那裏租了一個店 很小間而已 就開始賣CD 那時還是賣唱片的 賣唱片賣劇式 那時你可以天天拿貨 因為那個價錢不貴 那你一邊賣不一邊補 那時候開始已經多了人去買音樂了 那如形成呢 一邊發展 因為有市場有生意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片就放在下面 反而CD我記得是 我沒有記錯是185年才開始 184、185大改革期間 菲利普他們共同研發 是啊 其實早期只是賣唱片和 cassette cassette的時候我記得就是 香港的TVB有很多電視劇 提笑姻緣 少女飛到那個年代 那時候那些人一出那些 cassette 那些人已經瘋狂去買 因為那時候娛樂玩的東西比較少 沒有卡拉OK 每個人都聽歌 電台播得那麼厲害 每個人都來買 所以形成那個音樂 那時候已經開始起得很厲害 那些人需求大增 加上那個年代開始 國內又開放了 那很多人把音樂就買 那時候還沒有CD 買一個 cassette 就帶回去大陸 半斤八兩 那時候很厲害 然後除了TVB那些電視劇之外 許冠傑 鄧麗君 那一路起 樂隊那些又開始又來了 還有那時候的歌是很好聽 你覺不覺得 現在的歌都好聽 不過以前的歌我覺得 旋律是更加優美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很容易上耳 那些歌好聽 一聽很棒 那時候容易吸引到人買 形成了一個唱片行業 要開越多了 百花齊放 各個區都有幾間 好像米舖那樣多 小弟小時候 儲利用錢儲利用錢 那時候去買唱片或者 cassette 我沒有記錯 應該都是十多元一盒 cassette 但是二十多元 二十多元 二十三元一張黑膠唱片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 即是那個時代 就是 cassette和唱片都一起出 沒有CD的 正如你說的 好像到八幾年 我不太記得 那就有出了這個CD之後 就影響了 cassette和唱片的銷售 那時候初初我還記得這些CD 我都睜一睜一睜一睜 哇 差不多一百元一張 我買了黑膠唱片 都是二十多三十元的時代 一百元一張 音色正不正 有些同學有買的 那就拿去試 沒有這麼完運 我講的是 185年的譚美論愛情很正 都是很好聽 那些高音 都是黑膠唱片 老襯 總之那時候買《Ming in Japan》 那個年代的CD 原來現在升值升得這麼厲害 是的 那時候當出了CD之後 就慢慢逐漸 唱片和 cassette就開始銷售慢了 就變成專攻了CD那邊 不是我們專攻 而是供應商也是 做CD的數量 比唱片和 cassette更多 說一下脆味的事件 你印象之中 最好賣的是哪一張專輯 最好賣 很難聚 因為其實 一路還在去 哦 明白 未斷 可能在那個年代 有十張八張特別突出 我可以告訴你 例如早期電視劇那些 綠小鳳 二天屠龍 那些都是好賣的 那到後期 譬如許冠傑 鬼馬雙星 半斤百兩 那些都是很突出 賣的數量是很厲害的 那到後期譚詠麟 愛情陷阱 他有幾隻碟都是很厲害的 那些銷量 是多到你不相信 無知戀 愛情陷阱 和暴風雷神 我記得這三張是最突出 是啊 接下來就到張國榮 陳百強 其實他們這兩個都是 那個年代都是叮噹碼頭 但是因為陳百強的過世 那張國榮是很突出 而且他是不斷是一個很進步的歌手 那把聲你聽一下他早期錄音 而且在節目中 喝 Reid 和後期唱歌表風ます 有完全大的分別 進步作為性 那張大庭永一直一直保留到現在 每次走上都很好賣 八十年代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代 很多藝人可以這樣講 或者唱家作 zus 把很多頂級的人集白 全都爆炸起來 是啊,Beyond也是傳奇 現在其實很多人聽回舊這班樂手的點 因為那時候製作很多人覺得很厲害 他們很free地去創作他們的東西 沒有很多限制、沒有很多驅促 輕雪星,漫長奴快要走過 終於走到冥冥晴天 聲聲寬富若氣,將紅日不放金箭 我判你往一笑一重 輕,輕叫聲,共抬望眼看高空 我終於晴天優美為你獻 勇著你,當初溫馨才勇嚴 心裏面,同似希望你忽然 今日我,與你有思見並結 忽然團,似黑時牽上兩心事 有甚麼歌星曾去過你店頭的? 其實第一個下來,很開心的 夏兆星,夏兆星下來,那次很厲害 因為我們都是一間不大的唱片店 有歌星下來,很開心 他下來,很多人都排隊 等他簽名,第一次初初做 我記得那個靚陰迪 是呀,那個靚陰迪 我也很感謝他 因為他先帶頭做 然後影響到其他的歌星都會有下來 他下來,呂芳,曾奧德 葉振堂,盧雲娜 有很多歌手下來 哇,星光熠熠 都不是呀,很感謝他們 他們這麼支持我們店頭 也都很支持他們的粉絲 很支持香港樂壇 其實我發覺很多粉絲很期待見到他們 他們覺得來到我那裡 可以近距離接觸,很親民 還有大家好像朋友那樣 可以聊聊天,互動 不會覺得一個大的距離 譬如有些簽名會 有些不是這樣,隔了十張 然後逐個人排隊去簽 因為太大的距離 但我們大家都很close 甚至如果你說是平時的簽名會 簽完後面都推你走 對呀,經常說走走走 不准太久,不准什麼,不准什麼 但我們沒有這些限制 所以這樣的原因 即使舖面不太負落也好 你都會不定期去舉辦 這些小型的音樂聚會 我見到其他唱片部很少做 可能是地方限制 我都是配合唱片公司 譬如有新出唱片 這樣有產品他們才會下來 其實大家都是要盡多點力 推動音樂 音樂是自己不會走 是有人去推動它 一看音樂 可不可以說一說音樂究竟是什麼 音樂是一直陪著你的 是不知不覺間在你旁邊左右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無論你在電視看 看電視都會有些背景音樂 廣告又有音樂 在任何地方都無時無刻有出現 只不過是不同的音樂 是配合不同的每一件事 其實音樂都很重要 你這樣說 令我想起我失戀的時候 聽的那些歌 譬如《解釋者》我當然不會說 張國榮由零開始 死了 有時親自無意之中聽這首歌 我不會想起張國榮先 我會想起我失戀的故事 掛勾了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歷史 其實有時 我覺得聽音樂等於聽自己的心聲 或者自己以前的事件簿 是呀 即是好像我 有時突然間聽《Beatles》《Hey June》 那樣 我當時 靚妹 想起很多東西 那時候跟別人去派對 那些人一起唱 《Hey June》 又起身跳舞 很特別 很有趣 有時聽一下 就算是地方戲曲的音樂 甚至是粵劇 或者是京劇 或者是潮州曲 都想起 每個地方不同 音樂那麼特別 其實我覺得很聽的 我不會覺得他們 不知道唱什麼 但是就很好聽 令我想起安全地大 或者聽日文歌 八十年都很流行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唱什麼 但是真的很好聽 音樂正 有些人會聽安全地大 戀愛遇減 真的會哭 你為什麼會哭 你都聽不懂她的 哭 他唱得好 唱到自己內心的感受 就會哭 對 對 安全地大 肉質好 他演繹有些歌 真是入心入肺 加上的聲音真的很漂亮 有些歌聲下來 做宣傳也好 或者探望你也好 那些顧客 你怎麼形容你的顧客 我設定這些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自己做個顧客 有沒有遇過一些你是很難忘的顧客 很難忘 一輩子難忘 那有沒有很一輩子難忘 因為我這麼好人 每個人都看見我都覺得我lice 當然 都沒有 其實我發覺 每個人都對我很好 他們見到我都打招呼 好像自己有 他們走 好像你家人 不是好像走 簡直是感覺 走下來好像他們回家 看完那個圈 然後買東西 見到我又打個招呼 熟到 全部好像自己有 家人是個個都會回家 就算不回家 我們剛才說 繞個圈 很多時候 有些隔一兩天就來 走個圈 看看有沒有東西買 又就買 沒有就走 所以你習慣了要走 你怎樣去衡量哪些碟好賣 哪些碟不好賣 即是你都要入貨 那你怎樣形容你和唱片公司的關係 其實好不好賣 有時候很難說 譬如有些 你覺得那個歌聲好賣 但又會大熱島做 都有的 那出市 有試過出市 但有些你覺得不好賣 突然爆到Ferimblum 我記得最早期 橄欖樹 歡岩那種 那種 那時候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台灣的東西 即是唱國語 但它突然爆得很厲害 即是根本是 一邊買一邊都不夠貨 這些是突爆的東西 是吧 是的 亦都有大熱島做 但 其實 有些很難說 因為每個歌聲可能做唱片 都是要配合他的音樂監製的要求 嗯 譬如他轉了Style 會比較差 譬如好像 早期的一個歌聲叫李慧敏 嗯 那他 他出過頭那兩隻碟子 在另一間公司 就很好賣的 嗯 但轉了公司之後 就不行了 即是可能風格一變了 就 那些樂迷不接受 那就差了 哎呀 那就很可惜了 是啊 另外想起陳偉嫻 跳舞界的時候 大家都好 很喜歡 一個小 日本小娃娃 但一轉了 變變變 那些人在這裏彈 為什麽弄了兩個計 頭一頂 一個還是兩個 我忘記了 這是陳阿品頭來的 這樣 又有些負面的東西 就出來 我覺得很不值 歌聽歌 你不是聽歌嗎 為什麽會 形象 但是的確 形象真的很重要 形象都重要的 是的 有時候 那些樂迷 覺得你不同了 可能不接受 嗯嗯嗯 那就會有影響 嗯嗯嗯 那你怎麽形容 唱片公司和你的關係 是partner 嗯 還是怎樣 其實呢 我們老闆沒有變 永遠都是我 嗯嗯嗯 但是唱片公司 經常會轉引 其實老闆 他們老闆會變 那些staff會變 但是我們和那些營業員 就保持關係很好的 嗯 嗯 但是始終都是 他是supplier 我們是buyer 嗯 那 關係又在這裡 裡面 除非你個別 跟那些 就是有些是聊得來的 很熟的 那就是 跟朋友關係不同 但是一種有relationship 你又靠他 他就靠你 因為剛才你說supplier 和buyer 你是我們的supplier 我們才是buyer 因為失費者 就不是他找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他想來 但是唱片公司 譬如他這麽說 他想你幫他買多些 盡量推多些東西給你 他是有時候會有壓力的 這個拿得不少 你拿多些 會給你這些壓力 就是那個時候很早期 嗯 現在笑了 現在你拿就拿 拿多少 但是問題 他們 另一方面 會做到很多的數碼音樂 其實他製造數碼音樂多的話 是直接影響實體的銷量 是吧 是吧 那他也不會理你 就算你光顧了幾十年 他都會要轉變的 嗯嗯 明白 就是他一盆是他的生意 那他一定是用他的想法去 make decision 那還有 當每個老闆一變的話 做的手法又會不同了 嗯 那其實 你不是一個 因為不是以前舊式的老闆 一個老闆是做了所有的東西 可能由開始到現在都是那個老闆 嗯嗯 但是 如果是唱片公司 其實是國際那些 有時候可能轉了老闆之後 想採取的方法 經營的手法會不同 那可能方向又轉了 那他們又會變的 嗯嗯 就是這個東西需要去適應 又或者是重新摸底 是的 或者是吧 算是吧 都要 我們很簡單 我們消費的 選進去喜歡誰的 我們就買 真的很簡單 想的不同 嘩嘩嘩 嘩嘩 嘩嘩 你真是少些堅持都不行 但你如果大公司 他們一轉了老闆 譬如說 那個director一轉了 可能做的方法馬上又會不同 改變的 收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 真是國際聽眾 真的要 有時候我們進去一間唱片店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經營 就是很多時候他們都要 花盡心思 把最好的音樂帶在我們面前去購買 是的 我們盡量要找一些好貨給客人買 會的 因為我們有這個心態 其實我們都 譬如那些客人常常找什麼 我們會 哇 打算有什麼方法去哪裡 找一些貨回來給客人 收到的 好 今天我 寒夜裡可雪飄過 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 風雨淚追趕 舞裡分不清影中 天空海闊 你與我 可會變 生活在邊 多少次 認著冷眼與嘲笑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 一殺那方法 若有所失的感覺 不知不覺 只偏探 心裡愛 誰明白我 原諒我這一生 不饑荒中愛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會意料理想 誰人都可以 哪會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哪會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今天我 寒夜裡海雪飄過 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 風雨淚追趕 風雨淚追趕 舞裡分不清影中 天空海闊 你與我 可會變 生活在邊 原諒我這一生 不饑荒中愛自由 你 epo誼 你也會失火 不 maritime 自己想 會滑稅 也只是不傷 也會怕一天千里共我 你看 旁白 我們講講事業的低潮 90年代導賣司的成行成史 可能連女性街為例 可能你賣正版而已 可能你的門口走幾步路 那些人應該把折桌出來 便宜而已 可以買 買來看買來選 100元3隻 審票後期100元7隻 整條街都是這樣賣 你當時有什麼感受 那時候其實都幾痛苦 其實他的力量很深 我們入貨價貴 無利低 按著搶 所以都很慘 但有一幫人 可能他都會分正版和翻版的分別 仍然是之前回到實體音樂 只要怎樣對付 其實沒有對付方法 那時候翻版 周圍都擺 100元兩隻 100元三隻 你賣正版就100元一隻 那麽多年都可以 所以形成以前有2、300間店鋪 整個香港 現在就剩下幾十間 其實一說回數字 可能只剩下二十三十間 都沒有停 那也是給這些影響 除了翻版 到後期的網上的音樂 這個反而影響得最重要 因為你是令到年輕那輩 他不買CD 因為他們覺得音樂是免費的 我在網上都聽到 我為什麽要付錢買呢 你想想 我隨時開個APP 就拿到一首歌 我想要的了 我覺得音樂不用付錢買 但問題是 早期那些音樂人 受這個影響 就覺得 網上幾好 可能我賣都是賣過一千隻 但在網上可能一萬個人聽到 是吧 但其實呢 到後期他們發覺 在網上賣音樂 回來的得益是很少 可能只剩下十幾二十元 因為怎樣 他音樂媒體和客人收錢 收完錢 他又經過這個 又沒有筆 那又沒有筆 最後到原創音樂的手 很少錢 所以他們 變成有很多音樂 沒有支援 有些好的音樂 也都不放出來 因為怎樣放出來 很快又翻版了 那他們的歌牌 都留下了 那市面沒有一個好的音樂 走出來 說真的 當年我買過幾隻 那些翻版 我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你這麼便宜 可以做得 印刷就粗濟濫造 擺明了 我發覺他們的CD 最令我憤怒 就是 有些CD是搖 有些CD厚薄不一 聽壞機 我家裡的機器 都不算漂亮 但我沒有理由 把幾千元一台機 給老番聽壞機 然後我全部買正版 不值得 因小失大 對 因為客人發覺 那些碟有問題 所以他們都轉回聽正版 不過剛才你說一個 比老番環要打擊一大 就是音樂串流平台 其實是敵是友 如果是 因為有時候我會聽到 他們全球平台的歌 覺得好聽 我會去買 應該說 又是敵又是友 只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如果是播放 那些人聽到 有很多人聽到之後 會走路買的 都有 但也會影響 有一班是 不買了 因為我有得聽 就算了 就是在手機都聽到 或者在平台都聽到 我不需要特別去買 但變成有斷塵 聽歌 譬如以前聽開的那班 他們會繼續買 因為他們懂得分 聽實體音樂 的聲音 和平台聽的聲音 是有分別 他仍然繼續會買碟 所以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還可以保持著 一班人買碟 我覺得如果是 聽實體有得好 全球平台有全球好 我不敢說他不好 剛才我所說 有些歌我真的要聽過 才會去買 除此之外 我會覺得實體有得好 就是反過來 有些專輯 他整張碟是有概念的 我整張碟真的要去聽 我才知道 還有他們背後的工作人員 哪個作曲哪個填詞 幕後哪個 在哪裏錄音室 我真的會放在一起 就是這些 那些什麼 汁也混在一起 其實 你說的 整張碟是有個概念的 你只能聽一首歌 聽不到什麼概念 那他整張你聽完 連看他的那些小冊子 那你常常知道這張碟是做什麼 如果當你喜歡這首歌聲 或者這張碟的話 你也是需要買 所以有時候我發覺 真的有時候傳到平台 我又不敢說反對 但我又不敢說全力贊成 有時候真的難為自己 難為敵 所以兩樣都是 不過有件事我肯定 就是你想聽的音樂 有時候他不會永久都是上架 有時候會無理頭 下架你找不到 找不到 那怎樣 難道就這樣用其他歌曲代 我覺得是沒有播 還有你有時候想聽 一過了 你又找不到 即是他又 即是他一路轉 他不讓你回頭 那變了 要從頭找過 我是Leslie 請聽我的超越 Beyond the Goosey Soul Podcast Yao Goosey的SingYam